好 那我们再来问问台湾方面的李规发先生 这次台湾的这个动作是否是有这种未雨绸缪 可以说是为未来的战斗而做准备的这个可能性呢 台湾的无人战机啊 其实发展到现在为止 差不多也有十年的时间了 那么根据我的了解 好像陆军向他采购了32架这个飞机 那么前一段时间 他之所以说会在南部啊东部去运作 因为接收这个飞机以后啊 实际上讲起来还不成熟了 因为台湾没有这样子的经验 台湾这个无人机的发展 跟新加坡比较起来 大概最起码慢它十年以上 所以它在过程当中当然要运作 当然运作不是作战运作 而是一般的这个运作 所以在东部来采取行动 那么现在时间长了以后 当然比较成熟了 这个这个无人机啊 最后最终的目的 当然还是为了要作战用途 那么台湾将来可能的战场在哪里呢 当然是西部 所以现在开始把这个飞机 在台湾海峡来做演练 我想这是一个正常的现象 国防部针对这个事情进度到现在目前这样一个状况了 那么向外宣布说开始在西部来运作了 我想这也是蛮正常的 不过以前啊 这个前任的国防部部长李洁曾经讲过啊 基本上两岸之间呢是希望以和平为走向 所以呢 战机是不会越过中线的 所以我想就算这个飞机 目前在台湾这个海峡来飞行 我想应该不至于会跨越中线 所以会造成两岸之间的误解 目前看起来应该还不至于 而且这个台湾现在发展这个无人机啊 它基本上是一个小型战术用途的无人机 高度也不是很高 它小型嘛 所以里面的能力也不是很强 你说在台湾海峡的中线能够达到什么样了不起的目的 我个人我是怀疑的态度的 而且台湾现在的空军 它本身还有征召机 F-16的征召机 它在台湾海峡中线 它向西边能够征召的范围 远远大于这种无人机目前的状况啊 将来至于说这个无人机发展 当然还是要继续的 能够发展到一个什么程度 那当然我们现在还没有办法研判 但是目前看起来 这个无人机在运作的过程当中 朝西边来执行任务 这是很正常的 我想它在西边执行任务 也就是海上执行任务吧 了不起就是看看海上的船舰啊 有什么无害或者有害的这个船舰通过台湾海峡 它实施一个照相啊 来给这个将来 如果说真的有一天台海之间发生不安宁的战争的情况 那么这个无人战机在海上 它比照现在演练的方式来模拟运作 来征照海上的目标 我想这是这个飞机啊 发展过程当中 必经的一个途径一个过程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正常现象